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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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影音市团创世電視舉辦的明日之主幸福餐會 在未來的七個星期 每逢星期二晚就會在创世基電舉行 鼓勵基督徒的朋友以101方式 帶來未信的朋友出席 剛剛在過去的星期二晚延開十席 全場爆滿 有得吃 有得玩 還可以認識到主耶穌 每個都玩得很開心 今天我們第一個遊戲叫寫我情深 大家看到桌上 你們都會有一些遊戲的道具 會有卡 有一個名牌 還有顏色筆 今次的餐會邀請了很多嘉賓出席 包括請來歌手蔡立兒 分享她的人生見證 其實我是一個很憂慮的人 從小到大 因為我被要求做的事情太多 練習也太多 期望也太多 有一天我情緒很低落 我竟然打開聖經 有個膽量 打開聖經 然後看過聖經是新約的聖經 看到有一個章節就是 不如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 一天當就救你 餐會我自己是最喜歡的 因為可以和朋友一起吃東西 吃東西當中會聊天 在一個很輕鬆的氣氛之下 聊天會比較容易 每個人都會比較好 例如有些朋友 他們喜歡吃的東西都不同 通過這個行動 可能煮給他們吃 又或者叫他們喜歡吃的東西 大家一起分享 還有聽一下 一些朋友他們自己的遭遇 他們最近有什麼事發生 開心與不開心 當中可能我們信了耶穌 就會用一些 不是太過 怎麼說 太過嚴肅 但我們又在我們的 談談當中 會帶一些福音的訊息 在裡面 吃飯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是蔡立兒小姐的分享 他人生經歷了很多事情 這個挺觸碰的 氣氛好 有美好的食物 有合唱團的優美歌聲 還有就是大家的熱情 當晚另一位嘉賓講完是 以納基金總幹事 陳歐陽桂芬女士 原來是一個豐足的社會 很多人都缺乏了一種 可能大家都忽略了的 心靈健康 哦 原來是這樣的 是嗎 今天第一天 回到家 讚賞你的老婆 子女 啊 好乖女 真的 長一點的音 輕一點 不要那麼硬 如果不是說你 傻了 我們透過心靈健康 做一個的引子 其實就是 把福音 把信仰 最終我們希望帶給每一個人 信了的朋友 可以更加在信仰那裡紮實 未信的人 透過去調整自己的心靈 然後最終去發覺 原來一個人最重要的 幸福的所在 但當有一種快樂 有一種幸福 有一種心靈裡面的快樂 原來呢 接觸了之後 他可以保持著一種 永遠的快樂的狀況 這個就是信仰了 耶穌在聖經說 喝過他活水的人 就會永遠不再喝了 這個就是我們心靈裡面 得到滿足得到快樂 得到幸福之道 非常之好 因為裡面有很多 鼓勵的訊息 我想我 很喜歡聽見證 又很喜歡 有一些的教導 給我們怎樣 從一個很沉屈的心情 或者是一個很 憂怒 跌蕩 很起伏的心 可以去 轉化 有力量 我覺得 今晚來到餐會裡面 大家是同一個目標 很希望 香港好 很希望我們的城市好 所以我覺得很好 除了有見證和訊息分享 剛剛成立的創世之聲合唱團 還上台獻唱 全場氣氛既高漲又溫興 如果大家接下來計劃 以幸福小組 拜領未信的朋友信主 就一定要來參加我們的 明日之主幸福餐會 第二次聚會 將會在下星期二繼續有 名額有限 快點上網報名吧 咸酒醉山 愛死人生命運 一定比 耶 好快 很快就中秋節 趁著這個羽人團圓 羽神相連的大好日子 大家可以以月餅 傳達福音信息給身邊的朋友 同時也可以支持我們 創世電視的事工發展 我每年都會把這個月餅 給幾個不同的前線機構籌款 今年我就和影音時段 和上星電視合作 幫我們籌款 所以通過月餅的銷售 得款項 我們就支持這個工作